我接受不了中国队在奥运会上没有夺冠 看到他们没夺冠的那一刻我就开始骂了 因为我对这支队伍是有爱的 爱之深则之切 虽然平时试剑赛啊 世界巡回赛啊 这些乱七八糟不重要的比赛 我都没有再关注 但是奥运会呀 你就给我夺冠呀 因为奥运会夺冠是有重要意义的 意义在于这会让我很高兴 这会让我产生优越感 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会成为我吹你X的由头 之前每次他们在奥运会上夺冠 我都知道 这不是他们夺冠 这是我夺冠了 我很X 可能有人会问啊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大了 因为我对这件事做了太多的贡献 贡献一 我看了比赛 贡献二 我看比赛的时候希望他们能赢 我努力做了这么多贡献 他们理应为我得到一个冠军啊 然而他们没有 他们很对不起我 就像一个一直考第一的孩子 只要考第二就是对不起他爸妈一样 我虽然没有抚养他们 但我跟他们的爸妈是一样的 都是希望他们好 都是希望他们能出一个好成绩 可以让我出去吹X 现在没有夺冠 而是得了一个亚军季军八强 甚至16强都没进这样的垃圾成绩 这就让我在外国人面前矮了一头啊 我作为一个做了很大贡献的父母 觉得他们丢人不过分吧 骂他们几句不过分吧 有人可能会说 你为什么非要从运动员身上找荣誉感 而不是自己去做一件厉害的事情 让你可以为自己骄傲呢 答案很简单 我做不成让自己骄傲的事啊 没关系 我这种做父母的自己不重要 只要孩子优秀 只要运动员成绩好 我就满足了 没错 我就是这么无私 比赛好好比 别给我丢人啊